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在SWii Home產地裡面要做室內的 剛剛是做戶外的 你要做室內的 要怎麼做呢 那一般來講的話其實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們這裡 有一些那個叫做室內設計圖 像在這邊 有那個有沒有室內設計的 你可以去找找很多那個室內設計圖啊 這種方式是比較屬於長大型的 也是長大的那就看人家平常在做大概就像這樣子啊 對不對但是如果我是給小朋友 上課的話有沒有 我通常就不會叫他們看這個 因為給他們看這個反而會限制出他的想像力 他就不知道要 反正我要跟他一樣 所以通常我就請他們 叫他工具怎麼用就讓他自己做了 好 那你可以稍微簡單看一下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 我們除了牆壁 牆壁 地板 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會有類似像這種 比較粗的那是什麼 是不是梁柱 對不對 不是那個 黃煤掉那個 那另外呢就是 我們剛好給各位看的就是那個 開門的方向有沒有 開門方向 那 所以呢你幾個幾個比較簡單的稍微了解 那我記得還有那個什麼 這個是燈啊 這樣好像在這邊看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OK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在這裡 好 牆壁牆壁在哪裡 在上面 他把它稱作繪製牆壁 好點了一下之後呢 他有一個說明 但是呢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台灣人跟德國人最大不同在哪裡 台灣人直接都按確定 德國人會先看完1234 只有這樣子而已 因為台灣人 有很有勇於嘗試的精神 我跟你講啦 這個 上面的那四點還蠻重要的 還蠻重要的 只是 多數人都不看啦 每次都按這個 不然就勾這個以後不要再來 有沒有 好 那我也先確定一下 好不好 來 那麼 你可以看到 他上面呢其實 預設這邊 用的是公尺 對不對 那當然你放大一點 他就變公分 好 你就在這邊點一下 好 點了之後有沒有發現一個 可以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看 比如說你家 我可能是 8公尺的 或者是10公尺 其實現在家裡面 大部分都不大嘛 所以你可以看看 好 那我如果到這邊 你就可以再點一下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決定了 就一點一點而已 那你可以順便 往下看 3D的試圖 就已經看到了 好 那預設的話呢 他的那個牆壁的寬度是 14公分 14公分 那牆壁的高度是多少 250公分 所以如果你 你剛好要設計的是屬於樓下挑高的 那個就要另外再稍微調整一下 好 假設我單純一點到這邊 好到這裡 你看 預設他會有點就是那個 Snap叫做什麼 像磁鐵一樣 7數有沒有 好 點到他 好 最後一點 結束的時候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連按兩下 另外一個是 點完按ESC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在這邊先點完 好 有沒有點完他有嘛 我按ESC結束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封閉了 好你可以先看一下下面 沒有錯 確定是這樣子 那 有了這個 基本的牆壁之後 你們家應該不可能是這樣 對不對 總要有門嘛 要有窗 所以我們先 找左手邊 找一下 門窗 好 看你要什麼看的門 他裡面的門其實也不少 也不少 那有的是有打開的 有的是沒有打開的 那不管你用哪一個 假設你用這個 這個是貨梯的 還有電梯 我們看看 這種門好了 你就丟出來 還記得我們剛講開門有不同方向吧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先看一下 當我 把這個 把這個模型拉靠比較裡面跟拉靠比較裡面有沒有不一樣 有 他開門方向不一樣 對不對 而且很重要的 門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洞就打好了 所以你畫牆壁的時候 千萬不要製作主張 這裡 到這裡 先停一段 這裡 在這邊 再開始 不要麻煩 進去就有洞了 那門是這樣窗戶有沒有一樣 當然一樣 我們來找個固定窗的 來 從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開門方向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靠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看 好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裡面 沒錯吧 玻璃就是玻璃嘛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有沒有發現很簡單 但是我們現在這裡面還少了一個東西 這個地板 對不對 現在你看到的 雖然看起來好像從這個 視圖這樣來看的時候好像有東西 可是事實上這個是沒有地板的 那地板呢在旁邊這個 他的地板把它 辦做叫繪製房間 繪製房間 那你沒關係你就看一下就知道 好一樣 這兩點 也是很多人都不看的 但是很重要 好 如果呢 你本身的這個所謂的 牆壁 就是已經是像我們這樣已經是封閉的 對不對 就四面封閉的 那這樣是最 簡單的 因為 我這樣就好了 太快嗎 我需要慢一點嗎 慢一點我怕做不出來 因為那要連按兩下滑鼠 也就是說如果他本身是封閉的 那你只要點兩下 房間就做好了 就地板就做好了 好 但是呢如果你不是封閉的 因為有些我們是比較屬於開放空間有沒有 不是封閉的 通常我也會建建你 先建好封閉的 再把牆打掉 因為他就 地板就做好 那如果你不這樣做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就用一點一點的來 你看點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意思一樣 對不對 你就點一下到這邊 好 到這邊結束 ESC 是就取消了 而且他蠻聰明的 有沒有幫你把面積就算好了 有齁 對啊 對啊 可是我們台灣用的都是 大部分都幾百幾百嘛 平跟那個平方公尺怎麼換算 蛤 不一樣呢 對不對 所以我幫你準備喔 在 在這裡 平方公尺跟平怎麼換算 因為他 預設會幫你算好 但只是說他是用什麼 那個平方公尺 所以我們一平的話 大概三點 大部分都三點三 好下去算 所以如果說 假設你要直接算出來 你也可以這樣 你如果算好了 我們就按這個 回到什麼 這個選取工具就好 有沒有 選取工具 把它點一下 好在這邊 或者按右鍵都可以 這個叫自定義房間 有沒有 好 在這裡 預設有顯示面積 那麼如果你 我這樣一算之後 我知道這個是比如說 52.66 我們就回到剛剛那個網站 52.66 剛剛那個網站不是給你用看的喔 直接是不是算出來了 15.96 多頻嘛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 直接用顯示的 這樣 確定 有沒有這個就出來了 對不對 字不夠大怎麼辦 上面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變大變小 有 變粗那個隨便你 所以我就變大 來 等一下 點到他 點到你要設定的 好 變大變大變大 這樣有更大嗎 了解 有沒有 比較傻瓜似的 OK 那所以 這個你可以自行 參考一下 就不用太多 不用太精準 沒關係 好 所以這個是 跟各位 分享一下 你簡單的 簡單的那個 這樣設定 那麼 你這樣做好之後 他看起來比較像是 模型嘛 所以我們家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 貼壁紙 或者是很不同顏色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們家的這個牆壁 點到他 點到他 兜兜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一般大部分比較常見的做法 有兩個要注意的 大部分建牆壁啦 建牆壁 通常是 順時針 這樣過來 大部分 你要顛倒的走 我是不反對啦 反正你只要自己分清楚就好了 因為牆壁的方向 待會我們跟各位提到有不一樣 有不一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大部分是先做牆壁 再做什麼 地板 先做牆壁再做地板 因為 剛剛我們有看到地板有一個特性 點兩下就自動產生 也可以顛倒過來 可是地板到 在做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的房間不見了 就是那個房子不見的都是四四方方的 有些人是會有一個圓圓的 對不對 比如說那個觀景台啊 他可能就稍微有圓圓突出去啊 之類的 那那個部分 是要用牆壁才比較好做 我們用地板就比較難做 就一般人就沒有辦法畫弧形的 我順便講一下好了 待會我再講那個 你看喔 假設啦 假設我這一面牆 我就先打掉 其實不打掉也可以啦 但是我先打掉一下 好 你畫完之後每面牆都是獨立的 好都是獨立的 那 你看我畫牆壁 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下 人家真的有寫啦 這裡 有沒有第三個 放大一點 要畫圓弧牆 有看到了齁 請問按哪一個按鍵 是不是叫Ctrl鍵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這樣子 第一點在這裡點到他 好第二點是不是要在這裡 對不對 Ctrl這個時候我先按著 Ctrl按著 有沒有發現我點下去了 那 滑鼠先不要按喔 滑鼠就不用按喔 你Ctrl只要 先按住然後再點 第二個點 它就會變弧形的 那你可以看你要凹出去還是出鏡啦 有沒有 是弧形的 那 如果說你很在意那個角度 因為畢竟我們這樣是不是比較不精準 怎麼辦 按住鍵盤上的Enter 有沒有發現可以直接輸入 鍵盤上Enter 然後呢比如說我要30度就好 有沒有 打完了你再按一次Enter 這樣角度都定下來了 這樣會不會 會齁 如果萬一 萬一你剛剛 我就畫好了就這樣子啊 不記得 不記得說這要變凸的 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重新進到這裡面來 你可以按右鍵或點兩下都可以 按右鍵叫做自定義強體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弧度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畫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在這邊直接自己再注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一樣 有嗎 那 地板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先Delete掉 好 你看喔地板 就所謂的繪製房間 兜兜有沒有自動產生弧線 了解齁 這樣是我們這個時候是不是就快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在這邊呢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樣 做這個所謂的 墻體 然後呢有萬區的 還有這個所謂的繪製房間 就地板的部分 還有門窗 那如果呢你想要設定他的材質的時候呢 你可以點到他 假設前面這個牆壁 這裡 你可以進來看一下 因為牆有分什麼 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因為他有兩面啊 我們如果家裡面你可能 家裡面的牆壁 用的是水泥漆 外面可能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油漆 對不對 或者是貼磁磚的 不一樣啊 那你就要稍微 設定一下 那麼 可以問一下各位 到底哪一邊是左邊嗎 蛤 上面的 還是下面的 好像都有可能對不對 其實跟你畫的方向有不一樣 你這邊 從右 左邊畫過來跟從右邊畫過去 是顛倒的 所以他有告訴你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這裡有告訴你這個 如果你看到牆壁他上面 放大一點有沒有一個箭頭 有箭頭 這樣代表你的牆壁是從哪邊畫 是從上面往下畫 所以呢 這樣往下畫 牆體的 左邊有沒有 從起點望向終點嘛 從這裡望向終點 他的左邊就是這邊 右邊就是這邊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一下我們這裡 你發現這個箭頭是哪個方向 是往這邊的 所以 從這邊往這邊過來左邊在哪裡 這邊是不是左邊 上面是右邊 這樣了解嗎 所以真的不一樣 所以你要搞清楚 所以 如果你要設的是左邊的 你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 單純一種顏色 就好像油漆一樣 好油漆一樣 假設我外面的 左邊的在裡面 我先設外面 單一個顏色你可以直接這樣挑 好看 比如像我一般常見那個 米黃色的 對不對 像室內的也常見 這種顏色的 好 那麼 右邊的呢 我們就設紋理 紋理就可以很多種啦 有沒有大理石的啦 哇 你也可以往下走 你可以看看 這個地板 然後呢 看看有什麼 有很多不一樣的 有沒有 不一樣的 青菜的 你就看看你們家如果 這裡有粉刷的 這裡 哇 粉刷的 這裡粉刷材料 有的人家裡面是用敏絲絲的 大部分這做在地板的比較多啦 壁角比較多或者是那個花園的 粉刷的材料 像這種的 好如果我這種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的 有沒有兩面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你透過這方式做 應該效果要不錯 那 你可以看到他預設的話其實 我們貼圖會有個什麼情形 拼貼 有沒有 好像我們那個態度磁磚一樣 一塊不夠大 他是不是就 不斷重複出來 就不斷重複出來 那 當然你這樣看的話效果比較差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真正扔得出來 這樣了解 好在這邊會比較 及時的 好 那 地板也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你點開之後 有沒有一樣 在這裡 對不對 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好那就先讓各位玩玩看